不久前亮相的歼15D电子战机究竟有多厉害 将来,这款战机将在003航母上发挥怎样的作用 这对中国在电子战中将有怎样的影响 近日,随着网络上关于003航母的卫星照曝光 这艘大体完成建造的超级航母已经是下水在即的状态了 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出,003航母已经接近完工状态 现在主要还是在对电子弹射系统进行最后的测试和完善 其余的也只是一些收尾工程,很多的栅栏也都已经相继拆掉 这也将预示着中国的003航母距离问世已经很近了 并且很可能在近期将会下水海市 这也是许多军民朋友一直热切期待的 在003航母即将卫视之际,很多人对003航母的舰载机有了更多的期待 因为在现今时代,航空母舰在现代海战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大国海军而言,海军的战术力量就是围绕航母和多功能登陆舰建立的 因为在大规模的飞河战争中,不管多么先进的护卫舰和驱逐舰 都是以绝行防御任务为主 它主要的进攻中心和力量都是集中在空中战斗机群 如果没有空中战斗机群的掩护 那么航空母舰只能成为敌军飞机的好靶子 就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因此此时就突出了舰载机的重要性 此前有消息称,中国下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将会是FC31的改进型 也就是歼35 这也将成为中国新一代舰载机 也可以说是为003航母所量身定制的 这也将极大提升003航母的战斗力 中国FC31战机是一款双发中型五代战斗机 从研制之初就开始是面向国际市场的一款战斗机 从FC31的编号上也看得出来 之前的FC1骁龙也是一款出口型的战斗机 所以这就使得FC31战机一直在专注于国际市场 中国FC31战机之前出过两个版本 一架是1.0版本 另一架则是2.0版本 FC31弧音1.0版双引擎隐身战斗机 是在2012年10月首次亮相 当时这种飞机的原型机进行了首飞 但是却没有获得海军的青睐 然后沈飞就对FC31战机进行了改进 从而建造了2号原型机 2号原型机在2016年首飞 首飞之后却依旧没有获得中国海军的青睐 此后沈飞继续对其进行研发改造 并成功研发出FC31战机3.0版 但是FC31战机的3.0版本 之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没有使人 被视为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一款战机 且推出的舰载版 引起具有超高的性能 一跃成为中国新一代舰载机 这就使得其扩大了影响力 为世界所知晓 也使得其将会受到更多的青睐和欢迎 此外 除了最新的歼35舰载机外 003航母还是会搭配弹射版歼15T战机 我们都知道 歼15舰载机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在从乌克兰获得的苏33舰载机基础上研发而来 而苏33实际上就是舰载版苏27战机 增加了可折叠机翼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的舰11与舰16战机 同样是苏27的衍生物 同为侧位家族 因此由于适配性高 舰15也融合了舰11BS的技术 舰15与舰11BS相比 不但实现了机翼折叠 而且还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 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 从而使其具备舰载机的条件 据悉 歼15舰载机机长22.28米 翼展15米 高5.92米 空重17.5吨 最大起飞重量约32.5吨 装备了两台涡扇10B发动机 这就让歼15舰载机的最大飞行速度 达到了2.4马赫 除此之外 歼15舰载机航电系统 使用了有源相控阵雷达 具备强大空战的能力 能同时识别多个空中目标 歼15舰载机一共有12个挂架 能够携带6吨左右的弹药 其中有近距空空导弹 中距空空导弹 英机83K反舰导弹 英机91反辐射导弹等 因此其具备超强的战斗力 因此有了歼35和歼15这样的组合 让003航母可以具备超强的打击能力 从而可以让003航母的战斗力 得到极大提升能够起到巨大威慑作用 但是航母不仅需要有超强战机 而且还需要有电子战斗力 因此就需要有电子战机 以此来在空中占据较大主动权 世界上大多数拥有航母国家的舰载机 基本上都能够挂在电子战吊舱 但是这只能说航母具备一定的电子战能力 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因为与专业的电子战机相比 这种临时加挂的电子战设备相当落后 不仅简陋 而且仅仅能够用于自卫 因此起不到很大的作用 因此还是要有属于自己的电子战机 中国海军航母要想在未来的深海大洋斗争中取得优势地位 就必须研制出属于自己的电子战机 对此 中国对歼15的进行升级研制是非常正确的 中国歼15D战斗机作为歼15飞杀舰战斗机的衍生版本 此前网上有消息传出 一张歼15D战斗机照片在网上引起了热议 通过发出的图片我们可以看到 这架歼15D战机采用海军舰载战斗机生灰色涂装 携带了一歼双电子战调舱十分抢眼 由于其将作为航母的舰载机 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关注 然而现如今有消息称 根据中国南部战区公众号文章指出 辽宁号航空母舰上出现了疑似为歼15D飞杀电子战机画面 对此也有网友截图指出 一架歼15D飞杀舰载机的翼尖上挂在了电子战吊舱 为此可以确定歼15D飞杀电子战机已经在航母上服役 这也是大众所期待的咆哮报 其上舰服役必将使得中国海军航母的实力再上新的台阶 而且在未来也将进一步强化中国海军航空兵的电子战能力 歼15D飞杀电子战机上舰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地方 就是其双翼翼尖携带的电子战吊舱 据专业人士分析 这种一间电子战吊舱名为KG-600电子战吊舱 其最早被装备在中国空军的歼16战斗机上 其作为一种额外增设 可根据挂载方案的不同来临时加装的电子战辅助设备存在 主要作用是用来执行防空压制任务 对敌地面防空雷达以及火控雷达进行强力干扰压制 为己方创造战场优势 规避敌方防空活力的拦截打击 是一种新型高效的专用电子战设备 如今随着歼15D飞杀电子战机正式在航母上亮相 这就是歼15D飞杀电子战机将搭载电磁弹射起飞 且在其登上航母形成战斗力之后 中国海军舰载机部队的战斗力将会再一次得到提高 有分析人士就指出 这是为其登上003航母预热 这也将促使中国国产航母将拥有和美国EA-18G咆哮者一样的电子战机 极大提升中国航母战斗群的电子作战能力 因为中国歼15战机具备击落攻击敌方五代机的能力 其所装备的诸多电子战设备将成为战术干扰接收器 让敌方战机完全丧失作战能力 从而给敌方致命一击 这对于中国海军而言无疑是极好的消息 觉得一提的是 在现代的信息化体系对抗中 电子战也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作战样式 对于讲求高科技装备对抗的现代海战而言 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所以未来发生在海面上的战争 无论规模大小 电子战或许都会贯穿其中 在这个过程中 天空又是实施对抗型电子战的绝佳场所 具备良好的事业 因此中国的歼妖五帝将在激烈的空战中 占据较大优势 这对于敌方战机而言将是沉重的打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